大家好,上周啊,网上传出一个段子,说这个习包子的弟弟习远平 就讲说这个习近平是一个干大事的人,是吧 说现在他的确看上去很左,走的是毛泽东的路线,开的是历史的倒车 但是呢,他说这个土工中国就这么一个社会 你如果上来就搞右派那一套,你会死得很惨 比如说过去的这个霍耀邦,比如过去的赵紫阳 他这个这碗饭不好吃,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这个东西啊,一般人拿捏不住 你非得有高超的这个政治手腕 你得有极其精明的治国理政的方法,是吧 你得要有用人,用官治国的这个道道 要不是一般人,是吧 说他的哥哥呢,是先是其左 然后等自己权威搞定了,一统江湖了,东方不败了 以前大概大概是李源潮他们搞的时候,那那那那一拨人,胡锦涛搞的时候那一拨人,是吧 说这个 泄露了,向外界一次私下谈话,泄露了西包子 用官治国的这个道道,可以称之为后黑学,也可以称之为黑道 他有他的一套的啊 说这个,从表面看的话,西包子这一套啊,比当年毛泽东更狠 更无耻,更邪乎 但是呢,也有可能是一个机会 这么一种说法,我们来看一看啊 只要是北京过来的声音,北京过来的观点,我们都分享分享 说这个西包子啊,他的用官,用人,治国,他是非常直接了当的啊 完了以后呢,就是对所有人不相信 过去不过你是江派的人,还是团派的人,还是元老派,还是这个这个那个,上个下,左个右,他都不信 他只相信他自己 所以呢,他的第一步呢,是打乱过去所有的派系 你别跟我说你是江派的,别跟我说你是团派的 最后都他奶奶的,都在听我的 说这个,第一呢,是坚决打掉所谓的这个什么接班人制度 不能有接班人这个东西啊,有了接班人就打起来了 说这个丁耀平搞格代指令,胡锦涛,是吧 完了以后,江泽民就被控制住了,给他带了一个紧箍 完了以后呢,胡锦涛呢,又想格代指令接班人胡锦涛 是吧,又想给习近平带一个紧箍 说老习老子本人根本就不了你们这一套 凭什么要搞接班人呢,是不是 一代人只管一代人的事儿 你不要管那么多,管那么多干嘛 这个国家不是你的,是吧 你你算哪根葱啊,你还格代指令,我把你给废了 他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为什么他要当中嫁走胡锦涛啊 有人说江泽民都有可能是细胞子搞死的 他是要打乱这种制度 打乱这种这个接班人的提前部署的制度 所以他必须要搞死这个孙政才,必须要搞死李克强 为什么李克强被搞死了,就是因为李克强本来是指令的接班人 如果细胞子突然哪天挂了,李克强肯定要卷头重来的 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你搞死了 这是第一个筹码,就是坚决打断所谓的指令接班人的 隔代指令的这个邪恶的制度,牛逼,是吧 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所有的官员都频繁的调动 是吧,打乱过去的极得利益体系 不让这个官员互相团团伙伙,各国对对,是吧 任人为亲,不要形成腐败的共同体 同时呢也不可能形成对抗西核心的一种所谓的政治力量 不管是地方上,还是在军队里面,细胞子都是这么干的 就是眼花缭乱的人士调动,一会儿调这个,一会儿调那个 自己还没做稳,马上又调走了,是吧 所以在军队也好,在地方人也好 这个由于过度的频繁调动,由于把过去的所有的团团伙伙都打乱了 就形成了两个效果,第一呢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只有一个团团伙伙,就是细胞子团伙 细胞子团伙呢,就三个派系嘛 一个是福建派,一个是浙江派 还有少数几个人是什么呢,是清华派 清华派大概占了10%,福建派占了40%,浙江派占了40% 就这么一个情况啊 所以呢,细胞子的所谓的这一系列的用官用人之道呢 就是打掉了所有的其他的政治实力 就只留下他自己的政治实力 所以这个时候,你说细胞子是独裁 是非常准确的 现在中国就他一种力量,没有别的力量 第二就是什么呢 由于他的军队力这么高 所有过去的军队的一些团团伙伙都被打乱了 导致现在军队没有任何的战斗力 说军队现在开个会都开不起的 除非习主席亲自过来开会 其他的时候都没人干活 是吧 所以他现在中共这个军队是没有任何战斗力的 说细胞子为什么承认说他没有攻打台湾的计划 他也是大概其实知道土工军就是一个腐败的军队 你能打到老百姓就可以了 你还打台湾人 你打日本人 打美国人 你跟我歇歇 不可能的 所以现在习近平到这一步呢 他已经不信任任何人 包括他身边的团派的 包括他身边的福建派 浙江派和清华派 他其实都不信任的 他之所以用用三股力量清华的人 浙江派和福建的人也是希望他们几个人能够斗起来 他在坐山观虎斗 就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那问题又来了 由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细胞子一个人身上 细胞子现在的确是一身另下 马上就是全国就动起来了 但是动起来只是只有声音没有谁想 空山不见人 单纹人余想 就是光有阵地没用的 这个地方上没钱了 经济搞不下去 下面的人接到了文件 但是也不干活 因为没钱 就这么简单 所以西包子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就是什么呢 即要这个下令 即要安排人士布局 又要呢 什么下达各种各样的命令 所以我们说这个 为什么民营企业到现在 今年一年发表了106条新政策 有暖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钱 所以三个东西缺一不可 一个是人事要到位 第二个是要这个文件要到位 第三是什么 是钱要到位 现在是人呢打散了 不能说到位 文件导致是到位了 但是磨钱下面的人也不干活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包子力就急了 知道吗 他现在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 处在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制度 非常的混乱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这个治国理政的策略 其实说白了就是黑道 什么叫黑道 黑道就是吓唬你吧 恐怖主义政策呗 高压恐怖威胁是吧 让每个人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们说比这个毛泽东啊 更邪恶 毛泽东当时之所以能够控制中国 他也是恐怖主义吗 他但是毛泽东的恐怖主义呢 比习包子高明 毛泽东他是调动人民群众 斗那些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调动人民群众 调动年轻人围堵 围困那些个官员 然后毛泽东一个人在中南海 喝喝烟是不是 日日女人 都读这个四书五经历挺好 但习包子没这个本事 习包子他是现在用他自己的个人的力量 那威胁整个这个官员的团体 这个东西是搞不定的啊 所以呢有人就说给习包子写了一个建议书 说习主席啊 现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因为三件事嘛 第一个是刚才说呢 人事布局嘛 他已经搞定了啊 平定江湖一统江湖 第二是镇定过去是出不了中南海嘛 现在也出中南海了文件也到位了 现在关键就缺钱 缺钱这个东西啊 他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 就是当你缺钱的时候 你要给人希望 这个话讲的很好啊 他们就讲说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有钱嘛 毛钱 什么穷得要死 没钱 但是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 一个一个的都是 还挺喜庆的呢 是不是 因为很多老百姓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 他能看得见希望啊 解放思想 平反昭雪 解放思想 让整个社会 拥有一种反思的空间 看见希望 平反昭雪 让过去那些个被毛泽东整得死去后来的人 看见一点点希望 然后你磕头倒算 感恩戴德 就苦念嘛 是不是 所以他说你没钱 不是个事儿 国家没钱 这是一常态 但是你要让我们的老百姓看见希望 说现在怎么让老百姓看见希望呢 说习主席 你现在都已经平静江湖了 你都是皇上了 你都是大权在握了 你都是人我行了 这个时候你要搞政改 说现在才是推动政改的最好的时机 是吧 要通过民选的程序重建地方政府 是吧 让老百姓选地方政府 说这个让老百姓选县长县委书记 让老百姓选省委书记省长 你有什么关系呢 说你要向毛主席学习 毛主席的文革 在很多的知识分子的解释框架下面 被认为是一场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民主运动 有点意思了啊 所以民主这个东西啊 也是个很邪乎的东西 文革这个东西被解释成中国人民的民主运动 你能信吗 说你要向毛主席学习 选他的省长 这样你就不就是让老百姓看见希望了吗 通过直选啊 3个东西 第一选人的选人大代表 第二 选这个地方的行政长官 选省委 选省长 选省长 这不挺好的吗 让老百姓 拥有权力 是吧 这个时候中国的所有的老百姓就看见希望了 说经济上绝望的时候 政治上有希望 处在高层的皇上 就可以高枕无忧 这是习包子 习近平 习主席 您老人家 到目前为止 剩下来的最后一线生机 如果这个东西你把握不住 老百姓最后要吃了你 你信不信吧 说的跟真的是的 我觉得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一银伤身 长期是怎么搞的 习包子他怎么可能搞政改 那是不可能的 他现在迷恋他的权利 很多事情他不知道 他根本就不管 包括现在我说的 他搞定了人事布局 搞定了中南海政令 然后钱这个东西 都搞不定的时候 他一定想别的办法 比如抢钱 是不是搞各种途径 他不可能说让老百姓 来参与选举 我觉得有点想多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有这种声音 我们还是传出来 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琢磨琢磨 你觉得习近平会搞政改吗 你觉得习近平会利用 他目前积攒起来的政治权威 搞政改吗 大家讨论讨论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